这位56岁的民主党人 也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市长 他在宣誓就职后说 现在是改革的时候了 有时把芝加哥政府和政治放在一起 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朋友们这将会改变 因为它必须改变 多年来他们一直说 芝加哥还没有做好改革的准备 做好准备吧 因为改革已经来临 莱特·富特还承诺对该市的警察进行改革 2016年芝加哥发生了769起谋杀案 其中只破获了一小部分 莱特·富特市长明年还将面临 2.5亿美元的预算赤字 他必须与警察、消防队员 以及公立学校的教师进行新的协商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